玩完了Juno 我们到Skateway 在这里我们做火车 是什么火车呢 是到Fightpass 跟Yukong的火车 你看看这是火车里面的一个火炉 你就知道有多冷了 这个人是个大常人 看下一段影片你就知道他有多高了 等下你看一看 你看到没有他长得这么高 他 他事实上他伸手 就可以拿到这个火车上面的柜子 里面的东西 他完全不用什么拿一个椅子垫啊 什么之类的 而且我们发现这列火车上 的那个服务人员都非常高 可能都是因为特别选的吧 要常常去开柜子 关窗开窗之类的 这列火车有个特点 等一下讲 你看这颜值好大一块 西流的好多 蛤 西流啊 蛤 西流啊 西流啊 这都是血水 嗯 快急 是山上流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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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讲说 这个特点 这个特点是这个火车在 差不多二十个mile 二十英里之内 要爬高三千英尺 也就是差不多一千公尺的高度 也就是差不多一千公尺的高度 好 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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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公尺 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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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 我们俩都有一点没听懂 这一次再听一次终于听懂了 从来没有成功的什么 没有成功的什么东西过 所以他们刚刚讲的是说 never been successfully navigated 是说从来没有很顺利的通过这段路过 也没有被就是说等于说看过这段路 直到这个火车通行了以后 我们刚刚在讲讲说 你看我们现在拍这个影片 都是一路上在拍他们的这个风景的景色 那他刚刚讲说这段风景它有很多的风景 比如说有山 现在我们看到山 格雷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还有一些那个山碍 这边现在这个是岩壁 你看这个等于说我们是沿着岩壁在走 我们是在一个峡谷里面通行 所以他这里面也有讲说 等一下我们又看到像瀑布啦 还有隧道啦 还有一些架起来的木桥 就是架起来木桥让那个火 后来是让火车通过的地方 还有一些这个历史的遗迹 所以我们现在这段拍的都是一些这个 山啊还有这个峡谷这方面的 这就是整个这个 Y-PASS还有Y-CONN的 RAILWAY的状况 以后我们再来看更详细一点